这个视频,我们来说一说弹丁及其创作 中时期,那是一个漫长而黑暗的时期 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完全不能有自己的个性 他们生活在一个团体中 同时睡觉,一起祷告,在同一个房间里尽善 日夜地在一起阅读和劳动 在这个神权至上的时期,人是被紧紧地束缚着的 近千年的黑暗之后,一位神一般的诗人诞生了 他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弹丁 他打破了这笼罩在人们上空的黑暗 因此,恩格斯说,弹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 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那这样一位开天辟地的诗人,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 首先,弹丁对意大利语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 在弹丁之前,人们都是用官方语言,拉丁语来写作 写作内容也大多跟宗教相关 弹丁为了打破旧秩序,在创作神曲时 开创性地运用了地方语言,弗罗伦萨的俗语 使得文章活泼、生动、有趣 而神曲的语言也成了意大利标准书面语的雏形 直到现在,弗罗伦萨语依然相当于意大利的普通话 而弹丁更大的贡献,是他对神性的反叹 对人性的欧歌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如果有谁敢敢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异教徒的话 那就必须让异教徒下地狱才行 即便是苏格拉底、弗拉图这样伟大的人物 也必须下地狱 弹丁可不希望自己的偶像下地狱 所以他灵机一动 在神曲中就专门安排了一个天堂一样的地狱 那里绿草如荫,环境优美 让自己的偶像去地狱中享受去了 这种重视人而不重视神的态度 也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呀 不仅仅是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之后 许多诗人、画家、音乐家 从弹丁那里汲取创作的养料 创作出很多杰出作品 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就是仿效了神曲的形式 而歌德的福士德 则更是和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了 下一个视频 神曲 让我们跟随弹丁的脚步 一起梦游吧 哦 别忘了答题抢金币